御寿师不入流的职业 竟然能在祭魂场上拿下一场胜利 骗人的吧 达克西一定放水了 放水 呵呵 哥们你眼瞎啊 显而易见 刚才的最后一个回合 达克西已经把 邪谷之怒开发到极致了 他是真的没打过那个野族小子 观众区 拥挤的人潮汇聚了来自外需百足的天才们 此前 他们都不敢登台挑战 同时认定 今天的冠军头衔和全额奖金 会落在达克西的身上 是萧欣宇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擂台上 他的身姿和其他种族相比 何其弱小 但站姿却给人一种 强得可怕的感觉 当萧欣宇领取奖金 并且被主办方授予赤金材质打造的王冠后 观众区又一次陷入沸腾 大家的尖叫和雀跃 是表达敬意的方式 不论怎样的文明维度 以武为尊的真理不会改变 你足够强大 就能在万众瞩目下 获得鲜花和掌声 你若是怯懦弱小 就只能被踩在肮脏的泥土里爬行 萧欣宇一脸腼腆 脸上挂着容易让人轻敌的憨厚笑意 主办方 请本次冠军得主发表夺冠感言 侥幸 侥幸而言 险胜 这是一场艰难的险胜 我的对手很强 我差点就输了 文言 达克西都气笑了 盯着萧欣宇的背影 摇头难难 险胜 这小子 真是够谦虚的 作为被萧欣宇击败的输家 达克西最有发言权 他深知萧欣宇在战斗中 是怎样的强大 萧欣宇走下擂台 他获得了一张古铜色的一卡通 卡面上印有六叶草形状的图案纹理 其中存有2800万须铜币 就是这次夺冠的奖金 小豆包 这确实是一种来钱快的方式 对于野族来说 参加祭魂场的比赛 就是挣钱最快的方式 但野族通常很弱 也就只有萧欣宇的实力 才能掀翻海谷战士那样的二流职业 尼普不禁赞叹 没想到 你即使不用龙的力量 也还是很强的嘛 萧欣宇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而是脸色严肃地说 这种来钱快的方式并不安全 要不是 为了这一笔启动资金 我不会这样冒险 尼普撇了撇嘴 哎呦 别谦虚了 你打架这么厉害 连八戒的海谷战士都不是你的对手 你能有什么危险 多参加几次祭魂场的比赛 你很快就能赚到上亿的虚铜币 购买你心仪的潮汐之牙 七夕地 萧欣宇倾笑着摇头 小豆包 你还是太年轻了 我们龙国有句古话 叫做枪打出头鸟 欲受失 不入流的垃圾职业 野族 没有七夕地的小透明种族 萧欣宇以这样的身份和职业 如果持续曝光 频繁战胜那些二流 甚至一流的职业 那么只会给自己招来更大的麻烦 这次参加祭魂场比赛 萧欣宇纯粹为了 拿到创业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毕竟 没钱寸步难行 小豆包 这里鱼龙混杂 不宜久留 我们走 尼普跟在萧欣宇的身后 一人一兽 准备离开祭魂场 萧欣宇想好了 先回解命楼 购买地修草 站住 萧欣宇被迫驻足 一旁的尼普脸色惊变 心中暗呼 隐隐无者 挡在萧欣宇面前的人 身材纤细且高挑 皮肤幽蓝 一双眼睛透着铁蟹的意志 她的脚下没有影子 身上却覆盖了一层神秘的暗影铠甲 这种用自身影子 为自己武装铠甲的职业 就是尼国的主流职业 同时也是神戌界的六大顶流职业之一 营武者 您是 我叫提娜 请你跟我走一趟 为什么 雷亚陛下想要见你 你认为你有资格拒绝吗 提娜用没有情感的语气 说完这句话 尼普夏的魂魄 都要与肉体剥离了 但她不敢多嘴 只能在忐忑不安的心中 发泄牢骚 暗影大帝 要见萧星宇 难不成她发现了萧星宇身上 藏着圣影之灵 完了完了 萧星宇死定了 剑把弩张的气氛 仅仅维持了三秒 萧星宇淡然一笑 提娜大人 既然是雷亚陛下要见我 麻烦请您带路吧 算你懂事 跟我来 提娜走在前面带路 萧星宇看向尼普 叹气道 现在明白 我说的枪打出头鸟了吧 尼普满脸担忧 肉肉的受肘 扯了扯萧星宇的衣袖 欲言又止 不知道如何表达 没事 不用担心我 萧星宇拍了拍尼普的脑袋 临行前补充道 对了 如果我一个小时候 还没回到这里 你就自己离开 不用管我 这是仅剩的一个豆沙包了 省着点吃 萧 看着萧星宇离开的背影 尼普感觉心脏发慌 低头看着萧星宇 塞给自己的豆沙包 心里五味杂沉 我就在这里等你 一定要回来啊 尼普一屁股坐在地上 眼神黯淡 他明明是这里 土生土长的土著人 他对这里的一切无比熟悉 可是在知道 萧星宇有可能回不来的这一刻 他突然觉得 整个神虚界都很陌生 没有萧星宇在身边 他会感到心里空落落 一点也不踏实 一人一兽 相识不久 也没有血气羁绊 不知怎变 这只兽 已经离不开那位御兽师了 祭魂场上空 至尊包厢 房门打开 陛下 人已带到 属下在门外候着 提娜很会来世 把萧星宇送进包厢后 独自走出包厢 繁锁房门 体香弥漫的包厢里 只剩下萧星宇 和一个先天魅魔圣体 她就是尹国的统治者 暗影大帝 雷亚 虽然还未一睹真容 但这个气息 压迫感真的强 单杀图腾及虚瘦的女人 不好惹 萧星宇深知自己处境不妙 但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 及时调整心态 稳住呼吸的节奏 暗影沙障的后面 倒映着雷亚的曼妙剪影 她的轮廓 足以射人心魄 男女通杀 她散发的魅力 仿佛能够凝聚实质 狠狠撞击萧星宇的心神 野卓 萧星宇 你真是本地见过 最特殊的亡灵御寿师 陛下 您找我有什么事 暗影沙障缓缓拉开 萧星宇抬眸 终于目睹暗影大帝的真容 这是一个骨子里 透着娇柔和妩媚的女人 她的身上 覆盖着绸缎材质的暗紫色纱裙 一条条丝带 就像河流一样连绵 经过胸前的时候 会出现大弧度的起伏 好似龙起的山丘 以及纵深的沟壑 当萧星宇看向这个女人的脸 一时间试了神 萧星宇见过的美女 数不胜数 她妈上官兰 可是龙国第一美女 她妻子慕容欣欣 是最纯 最欲的白毛女神 她的姐姐萧若雪 龙族第一引发欲解 但这些女人的容貌和气质 只需用华丽的瓷枣堆砌 就能形容她们的美 然而蕾亚这张脸有些特殊 萧星宇绞尽脑汁 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词语 去形容这份独特 而又抽象的美 好爽的一张脸 萧星宇下意识脱口而出 包厢本来就是密闭式的 她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空气里 没错 这是萧星宇唯一能够想到 可以精准形容蕾亚容貌的句子 这个女人 长得就很爽 至此 萧星宇与尹国的缘分 连成一条线 极致的魅力 极致的诱惑 这就是尹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也是神虚界最强的尹武者 暗影大帝 磊亚 豪爽的一张脸 萧星宇这句出自本能的名人名言 就这么水灵灵地 传入磊亚的耳朵里 下一秒 萧星宇脸都白了 她这才意识到 祸从口出的严重性 这句话 不论从任何语境分析 都是下位者对于上位者的亵渎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磊亚微微挑眉 女王般霸气的坐姿 散发着一百个尼德霍格 叠起来都无法企及的压迫感 在不使用三龙王力量的情况下 萧星宇感觉自己的灵魂 都要被磊亚的气势碾碎了 萧星宇低着头 冷汗划过鬓角 她面对的人 可是内需六帝之一 是神虚界第一战力梯队的一员 生死攸关之际 萧星宇索性大胆起来 尊敬的磊亚陛下 请原谅我的失态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 看到您这张伟大的脸 我的心情 好爽 真的好爽好爽 这种离谱的台词 明明有羡慕的嫌疑 但搭配上萧星宇 成澈而又纯粹的眼神 效果立竿见影 欲视不绝 真诚可解 与其遮遮掩掩掩 不如大方承认 萧星宇的反应 令磊亚很满意 微粗的眉头 立即得到放松的舒展 如果萧星宇刚才支支吾吾 然后找各种借口 为自己开脱 那么 她对萧星宇的好感度 会瞬间降至为零 你确实很特别 雷亚半躺在长椅上 用看玩具的眼神 看着容貌英俊的萧星宇 萧星宇感觉不自在 内心的情欲蠢蠢欲动 当雷亚的眼神 在萧星宇的身上肆意打亮 就仿佛用舌尖 舔了一遍萧星宇的灵魂 这就是 先天魅魔圣体的威力吗 我已经有老婆了 六金 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好好腿 说真的 萧星宇很难把控自己 雷亚的妩媚 并不是一种虚拟的气质 而是她天生携带的力量 在建立影国之前 她是魅魔族的首领 这一点 足以证明她的魅力 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毒药 不入流的职业 战胜二流职业 好一个以下课上 好一个亡灵御寿师 萧星宇 你能勾起本地的兴趣 是你的荣幸 雷亚露出一抹魅而不俗的笑意 她微微起身 空气里激荡着浓郁的体香 她伸出一根手指 指尖好似嫩柳般纤细 涂了暗紫色油光的指甲盖上 流转着淡淡的邪魅 仿佛是月光下的舞者 倾诉着未完的故事 她的指尖 挑起萧星宇的下巴 抬起头 实是我 刹那间 雷亚开启 魅魔灵谋 这是她最强大的铜数 也是魅魔族的传承 雷亚的瞳孔变成紫红色 散发出海啸一般疯狂的魅力 冲击萧星宇的心神 萧星宇的心神 快要失守的时候 目光突然恢复清澈 雷亚的眼底 闪过一丝吃惊 这小家伙的眼里 竟然没有一丝情欲和杂念 要知道 放眼整个神虚界 能抵抗魅魔灵谋的人 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此刻的萧星宇 要是换成外序百族的 任何一个职业者 都会被魅魔灵谋惑 沦为任由雷亚操控的情欲傀儡 雷亚盯着萧星宇的眼睛 心有不甘 她开始舔自己的嘴唇 这个动作极具魅惑 想要吗 想要 想要什么 萧星宇斩钉截铁 想要我的族人繁荣富强 雷亚郊区一抖 不死心地靠近萧星宇 香味浓郁的烈焰红唇 在萧星宇耳边吹气 告诉我 你身上哪里最敏感 萧星宇目光如炬 满脸信仰 我的职业立场最敏感 致死都是御寿师 雷亚快要破防了 这小子 我还就不信了 然而他于心不死 直接上手 柔弱无骨的御手 轻轻触碰萧星宇的腹肌 优雅妈撒 并且有下滑的趋势 你哪里最硬气 此刻的萧星宇 浑身闪耀着圣洁的光芒 最硬的地方 是我钢铁般的意志 这一刻 雷亚彻底破防 她的脸甚至逐渐红温 从她成为暗影大帝以来 还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完全无视她的魅力 不是萧星宇的意志 多么强大 而是梦寐龙王 可以无视一切精神类的攻击 魅魔之力 终究属于精神攻击的范畴 包厢里 气氛变得僵硬沉寂 看着萧星宇清澈见底的眼睛 雷亚竟然发出一声无奈的嬉笑 哼 不愧是 能够吸引我注意的少年 萧星宇 我很中意你 面对雷亚的灼热目光 萧星宇第一次 想要用露骨 去形容一个女人的眼神 这个女人的妖媚 来自骨子里 对视久了 只会淘嘴沉沦 不会觉得俗逆 萧星宇还不知道 雷亚在神虚界 有一个外号 内需第一有误 多亏了梦寐龙王的被动属性 才让萧星宇逃过一劫 雷亚陛下 您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 雷亚抿了抿嘴唇 用调戏的眼神 扫视萧星宇 起初 我只想玩玩你 一夜情 现在 想包年 雷亚伸出手 冰凉光滑的掌心 覆盖萧星宇的手臂 跟我回影国 做我的男婆 陪在我身边 取悦我 雷亚要带萧星宇走 这触及了萧星宇的底线 见萧星宇陷入沉默 雷亚便拿出美女富婆 包养小白脸的气势和口吻 你是野族 你的族人 连购买七夕地的钱都没有 只要你跟我走 我给你十亿 你的族人 可以在外需大陆的地界上 随意挑选七夕地 十亿 已经足以在外需大陆上 买到黄金地段的七夕地了 这笔钱 萧星宇一时半会根本赚不到 陛下 您是在用钱羞辱我吗 二十亿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 五十亿 萧星宇暗翠 草 原则在他手里 定 系统提示音响起 宿主触发 神级选择 选项一 答应雷亚 成为他的男仆 领取五十亿包养金 系统奖励 萨满魔骨 加五千魔神之石 选项二 拒绝雷亚 并且为自己解围 活着走出包厢 系统奖励 皮秀面具 加五千魔神之石 面临这道选择题 萧星宇无暇去思考 系统奖励的区别 全身而退 才是王道 成为蕾亚的男仆 萧星宇不会接受 五十亿的包养金 听起来让人心动 势则背后 全是容易触发 连锁反应的危机 至于拒绝蕾亚 也不难 一句话的事 难的是 如何在拒绝 这位暗影大帝之后 还能活着走出包厢 凝固的气氛下 萧星宇顶着一头压力 开启疯狂的头脑风暴模式 这种与死神竞速 恨不得把CPU干烧了的绝境局 是何等的刺激 萧星宇 如果五十亿你都不满意 我可要生气了 你要知道 并不是随随便便的阿猫阿狗 就有资格成为我蕾亚的男仆 跟我走 伺候我 对你来说 一定也是一种享受 不是吗 长椅上 蕾亚保持半躺的姿态 毫不在意 因为裙白褶皱 而走路的春光 她微微提膝 伸出血白如玉的脚丫 脚尖贴着萧星宇的腰迹线划过 没有男人能够抵抗她的魅力 除非是拥有梦寐意志的萧星宇 啪 萧星宇一把抓住蕾亚性感的脚踝 蕾亚目露喜色 哦 这么快就想通了 萧星宇把蕾亚的脚 放回到长椅上 目光清澈 没有一丝邪念 蕾亚陛下 抱歉 我不能跟您走 骤然之间 包厢里的温度急剧下降 萧星宇感觉每一口呼吸 好似结冰一般 身体如坠冰枯 昏暗的灯光下 她的影子颤抖着 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剪刀 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蕾亚怒了 她是对萧星宇有兴趣 但如果遇上一个不听话的玩具 那就直接毁掉 与她而言 所有低等种族的生物 命如草剑 为什么 蕾亚需要一个理由 萧星宇临微不惧 冷静分析道 蕾亚陛下 我有自知之明 像我这样的野族之辈 在您眼里 无非就是一件玩具 如果我选择跟您走 回到影国 或许用不了一年 甚至不到一个月 您就腻了 一件被您玩腻的玩具 下场如何 我心中有数 如果横竖都是一死 那我不如选择痛快一些 现在就死在您的手里 萧星宇说完后 面色平静如水 往前一步 她直接牵起蕾亚的手 让蕾亚的手掐住自己的脖梗 蕾亚陛下 我这样不听话 还对您冒犯的玩具 一定扫了您的心 杀了我吧 蕾亚眼里的怒火 逐渐平息 眼眸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她无比欣赏 眼前这个特别的少年 什么叫顶级心脸 什么叫极限拉车 萧星宇能走到今天 可不是全靠系统 给的挂和家族的背景 心里战 这哥们没输过 从萧星宇走进包厢开始 蕾亚就一直用猎人 看待猎物的眼神 紧紧盯着她 但现在看来 真正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蕾亚的心里 已经被萧星宇玩透了 她自然没有掐断 萧星宇的脖梗 她的手 松开萧星宇的脖梗 只见贴着萧星宇的侧脸扶过 眼神满是暧昧和欣赏 萧星宇 你的出现 让我好爽呢 在萧星宇眼里 蕾亚长着一张好爽的脸 在蕾亚眼里 萧星宇的长相 谈吐 勇气 智慧 总之 这个少年的一切 都让她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爽 从你走进包厢开始 我起码有三次对你失去兴趣 有五次对你动了杀心 可我每一次动杀心的时候 你都会带给我新的惊喜 让我下不去手 萧星宇看似稳如老狗 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忽看来 我赌赢了 这个一身媚骨的娘们 只会对征服不了的东西感兴趣 如果我真的什么都听她的 顺着她 一定会让她失去兴趣 甚至对我下杀手 萧星宇的思路很简单 只要在不触及雷亚底线的情况下 一直保持强硬的姿态 死也不被她征服 那她就一直对自己有兴趣 不会轻易下杀手 别紧绷着这么一张俊秀的脸了 放松些 我不会杀你 多谢雷亚陛下不杀之恩 雷亚突然发出一声冷笑 与其忧怨 不过呢 萧星宇 你是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敢拒绝本地的男人 是我魅力不够吗 选择题刚答完 又来了一道应用题 萧星宇脑细胞都要死光了 如果眼前有一张试卷 她只能先在答题区写一个简 这种时刻 萧星宇不得不拿出 提前准备的杀手锏 雷亚陛下 总而言之 我一个野族小子 扫了您的兴致 该罚 但我想 萧星宇在此处停顿 低眉顺眼 胆怯抠手 表情有着复杂的变化 如动的嘴唇欲言又止 这般炉火纯青的演技 简直逆天 果不其然 萧星宇的言行举止 勾起雷亚的好奇心 她前倾腰身 迫不及待追问 你有什么想法 龙国第一影帝 可不是走后门得来的奖项 萧星宇抬眸 澄澈的眼里 满是诚恳 我想戴罪立功 献上一份能够令您开心的东西 以此免去我此前扫您兴致的罪名 什么 想要取悦本地 萧星宇 你看起来很有自信呢 萧星宇打开空间戒指 举出一只精致的宝盒 雷亚问道 这是什么 雷亚陛下 以赌为乐的习惯 整个神虚界路人皆知 既然您喜欢读 那我便送您一副麻将牌 萧星宇打开宝盒 里面是一副完整的麻将 材质 由象牙白玉打造 手感温良舒适 居家旅行必备之宝 这叫麻 麻将 这东西怎么玩 雷亚陛下 我教您 半个小时后 包厢里 萧星宇 雷亚 提纳 以及另外一名银武者 坐在一起 北风 雷亚陛下 牌不错呀 东风 杠 杠头开花 自摸青一色 糊了 雷亚陛下 无愧是雷亚陛下 萧星宇用最大分贝的惊呼 提供情绪价值 萧星宇 你送的礼物 本地很喜欢 来来来 我们再玩一局 这次我们赌大的 加注加注 雷亚又爽到了 有萧星宇这个控场大师 麻将桌上 雷亚只会爽翻天 人生的试卷 总是少不了选择题 判断题 应用题 加分题 萧星宇早就从尼普的嘴里了解过 雷亚生性好赌 毒鬼女人 最好拿念 这一副从龙国带过来的文化特产麻将 就是萧星宇考试前夕 提前压的大题 事实证明 萧星宇压题压重了 他早就设想过 提前偶遇内需六滴的应对策略 如果今天遇上的是其他五滴 他也有其他的应对办法 这个男人 身上最可怕的 从来不是中烟之力 而是他的猎人之心 深夜 萧星宇身上没有一丝伤痕 大不留心走出包厢 唇角勾起猎人的微笑 定 恭喜宿主 完成选项二 拒绝雷亚 并且为自己解围 活着走出包厢 发放系统奖励 皮修面具 加五千魔神之石 奖励已发放 请宿主查收 龙雾四起的夜色深处 萧星宇的背影 在月光的照耀下 拉得修长 谁才是猎人 谁才是猎物 魔神之眼闪烁光芒 在他眼里 整座神虚界 都是猎物 御兽师萧星宇 调整衣领 活动脖梗 宝儿炎红的嘴唇 微微如动 万物皆是兽 万物皆可遇 祭魂场外围 天色已晚 祭魂场已经关闭 周围没有一盏灯光 就像一座寂静的坟场 一只大熊猫 独自蹲坐在阴暗的墙角 它在等一个人 哗啦啦 裹挟着寒风的暴雨 笼罩理想之城的上空 阴霾雾矮挥之不去 就如同伤感情绪的宣泄 尼普的兽爪里 握着一只 被雨水浸透的豆沙包 面皮已经被雨水冲烂 掺了蜂蜜和红糖的豆沙馅 从指缝中溜走 它时不时抬起脑袋 因为过度饥饿 它的视线有些模糊 浑浑噩噩的脑海里 依旧回想着 萧星宇留下的那句话 对了 如果我一个小时候 还没回到这里 你就自己离开 不用管我 这是仅剩的一个豆沙包了 省着点吃 如果尼普听萧星宇的话 那他早该离开这里了 从白天到黑夜 萧星宇离开 已经六个小时了 这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于尼普来说 都是一种煎熬 当初他肩负着全族的寄托 携带装有地脉熔炉的万象囊 躲避建国人的追查 独自闯荡 甚至躲到寸草不生的交界之地 整个过程 他从未胆怯过 从未害怕过 现在的他 和逃亡时的他 处境一样 明明都是独自一人 心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暴雨胶着的寒气 根本无法入侵 他那一身厚重的皮毛 但他却感到了刺骨的寒冷 这种寒冷 名为孤独 为什么 为什么好冷 萧星宇他 该不会真的已经 萧星宇迟迟未归 尼普难免胡思乱想 可是只要挠不出最坏的结果 他就会不由自主站立 动得瑟瑟发抖 尼普啊尼普 你清醒一点 尼又不是他的御寿 你这么担心他干嘛 离开他就你不能活了 一路走来 你都是独自一人 为什么不能继续一个人走下去了呢 对 一个人 也能往下走 尼普在心中给自己打气 他想要调整糟糕的心态 可是当他站起来 身体却无比僵硬 始终无法迈出一步 该死 是不是我脑子出问题了 为什么非要在乎一个人类呢 再者说了 天都黑了 估计他已经被磊亚陛下杀了 我总不能坐以待毙 忘掉他 一个过客而已 尼普陷入自言自语的怪圈漩涡 但不论他如何做心理建设 却怎么也无法迈出离开的步伐 算了 再等等吧 尼普心累了 他的理智斗不过心底的本能 他终究 还是心心念着 那个请他吃好多好多豆沙包的御寿师 小豆包 当潇心雨的声音响起 尼普沉闷的心跳 恢复有力蓬勃的节奏 尼普着急转身 天太黑了 他只能看到人影轮廓 但他知道 那就是他要等的人 潇心雨 尼普着急冲了过来 他是用四肢奔跑 他不喜欢这样跑 因为战力的姿态 才是摆脱兽性和奴性的象征 只是在这一刻 四肢奔跑能快一些罢了 在潇心雨的视角里 一头大熊猫 以野蛮的方式冲了过来 一人一兽 彼此对视 你你竟然还活着 难以置信 我真的以为雷亚陛下 查出你私自占有圣颖之灵 他一怒之下 把你杀了 潇心雨笑了笑 忍不住问 既然你觉得我已经死了 为什么不离开 还在这里啥等 尼普低着头 憋了半天 憋出来一句憨憨的话 你死了 我就不知道该去哪了 尼普很诚实 这就是他的心里话 潇心雨点点头 与气故作轻松 很庆幸 我没死 所以还是老样子 接下来我去了 你就去了 嗯嗯 尼普跟在潇心雨的后面 肉嘟嘟的肥瘦身躯 一扭又扭 雨一直下 尼普抬起兽爪 在潇心雨的头顶上 撑起一小片干燥的天空 潇心雨 你私自占有圣颖之灵的事情 真的没被雷亚陛下发现吗 灵儿被我藏在 苍气境的镜像世界里 没有人能发现她的存在 我从白天等到黑夜 这么久的时间 你和雷亚陛下 都发生了什么 付费内容 免费听可不行 我用地脉神器抵押 一件不够两件 用地脉熔炉抵押也可以 实锤了 这是一只喜欢听八卦的熊猫 夜深人静 小雨素素 解命楼 云顶市级的医药馆 大部分都是24小时营业 解命楼更是如此 施老板 我们又见面了 萧先生 萧心雨走进解命楼 摘下东帽 雨水顺着额前的碎发滑落 配合昏暗的灯光 帅得有些朦胧 当萧心雨拿出一卡通 奢比托心领神会 取出用匣子打包装好的 地修草 萧先生 给 摄老板 刷卡 不 没必要 成本价1800的地修草 不值钱 算我送你的 萧心雨皱眉 奢比托也是朴实之人 直言道 萧先生战胜达克西的消息 全程都传开了 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预售师 既然有缘分 就当交个朋友了 地修草确实不值钱 奢比托就当做一个顺水人情 他不只是因为萧心雨的强大 而这样做 其中也有演员的成分 演员这种东西 妙不可言 不是用利益来衡量的 萧老板 多谢了 萧心雨的内心掀起千层浪 如果在北半球 萧心雨根本寻不到地修草 但在南半球 这种能治疗金圣牙眼睛的神级药材 竟然能在市面上买得到 萧老板 你都送我人情了 那我们就是朋友 既然是朋友 我也该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奢比托目光柔和 咳嗽着大笑 萧先生真是性情中人呢 接下来 萧心雨开启一场大采购 谈不上把解命楼搬空 但2800万的奖金 其中有2000万都花在购买药材上 尼普在一旁吐槽 萧心雨 你真是败家呀 七夕地还没买呢 买药就花了2000万 你不懂 萧心雨懒得解释 他购买这些药材 是为了亲自炼药 2000万的成本 会在王岐族首领 威尔莱特的身上找不回来 甚至还能大赚一笔 外须大陆 某处深山 滂沱雷雨 敲打着山间的一切 仿佛要将世界淹没 冰冷的雨滴 杂穿树叶 发出清脆的声响 犹如自然女神弹奏的夜曲 山洞 篝火 尼普趴在地上 已经呼呼大睡了 庞大厚重的身躯 为萧心雨 抵挡山洞外的风雨 萧心雨身上 还有800万须铜币 却不住酒店 非要选择在 深山老林里过夜 只因这种僻静的环境 更方便炼药 今夜除了炼药 萧心雨还要整理一下 系统仓库 打开仓库栏 萧心雨提取皮修面具 查看数据属性信息 这是一件亡灵神器 从适配度看的话 只能露露和沙沙二选一了 一股象征着祥瑞和财富的浓厚气息 在阴暗的山洞里 肆意弥漫 正在熟睡的泥谱 飞乎乎的鼻尖轻轻松动 她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肚皮朝天 腹部是她最脆弱的部位 她的潜意识 愿意把肚皮露出来 意味着对周围的环境 产生了绝对的信任 这种真实存在的安全感 就是来自萧心雨手中的皮修面具 魔神之眼一扫而过 皮修面具的数据面板映入眼帘 萧心雨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件亡灵属性拉满的神器 有着不俗的力量效果 亡灵神器 皮修面具 背景 祥瑞神兽皮修的亡魂 通过亡灵之火的淬炼 凝聚打造而成的面具装备 属性 亡灵系 防御系 功能系 被动机一 皮修守护 遭受敌方单位攻击 每隔5秒 刷新一层气态护盾 防御力提升100% 被动机二 天鹿 左脚名为天鹿 佩戴者在击杀虚售后 随机爆出不定数额的魔神之时 被动机三 辟邪 右脚名为 辟邪 佩戴者的生命值降至1% 触发一次100%闪避 同时下一次攻击的伤害数值100% 触发30倍暴击 从数据面板看 皮修面具的特性 主要是防御 这与四大凶象 陶雾之力 得恐怖防御机制 可以同时叠加 基于这一点 这件装备应该给谁 萧星宇心中已有答案 玉兽文章开启 灵力汹涌波动 带露和美杜沙 同时出现在萧星宇的面前 狱主大人 您在雨夜里召唤切身 可是因为孤独和寂寞 想来也是 夫人不在 您又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儿郎 不如 妾身来满足您的需求 可好 美杜沙靠近萧星宇 朱唇微微张开 吐露方向的热气 喷洒在萧星宇的耳根附近 莎莎 你冷静点 不要考验我 我怕我把持不住 您不需要把持 妾身本就是您的人哪 萧星宇的脸胀得通红 白天刚被先天魅魔圣体 雷亚撩了那么久 现在美杜沙又在调戏她 就算是钢铁般的意志 也撑不住这么聊啊 泽泽 适风日下 戴露带有笔口吻的吐槽 让美杜沙妖艳的脸蛋上 浮现韵怒之色 小狐烈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 你这叫宝汉不知恶汉鸡 身在符中不知符 萧星宇愣了一下 哭笑不得道 莎莎 你从哪学的这些押韵俗语 你要考研啊 美杜沙往前一步 她的额头和戴露的额头 抵在一起 我们跟着御主大人这么久了 你和御主睡过了 我还没睡过呢 我就想尽早得到御主大人的宠幸 有错吗 我想给御主大人生个孩子 然后母瓶子贵 有错吗 戴露都被问梦了 萧星宇这才察觉到不对劲 好奇到 不对不对 莎莎 你这么连母瓶子贵 这种词都学会了 美杜沙如实回答 平时闲着无聊 我会看甄嬛传 苍天呐 我累个甄嬛传 哎 萧星宇单手扶额 无语宁业 自从尼德霍格死后 北半球安宁平静 戴露和美杜沙出战的机会也不多 平日里 狐狸和蛇闲着也是闲着 萧星宇偶尔会把他们召唤出来 融入人类的生活 戴露对人类的生活兴趣不大 他平时最多坐在黑之府的房顶上发呆 美杜沙就不同了 他对人类生活充满热情 电视剧没少看 露露 莎莎 你们别总是吵架 咱们是一家人 以何为贵 对了 这次召唤你们 是有一件事要宣布 萧星宇从背后拿出皮修面具 面具的容貌 就是皮修的脸 从神态上看 这张面具将不怒自威 和憨厚祥瑞完美结合在一起 面具上还有两只脚 形状类似麒麟的脚 左脚天鹿 招财劲宝 右脚避邪 抵御邪碎 我说一下 这是亡灵属性的神器 它的适配条件就是 同时满足亡灵属性 和兽人系的御兽 萧星宇说得很清楚了 她麾下符合 这两个条件的御兽 只有戴璐和美杜莎 给她吧 两位兽人系美女 几乎一口同声 平时吵归吵 闹归闹 其实戴璐和美杜莎之间 根本没有过节 即使涉及到个人利益 也会为对方考虑 王之双翼 从来都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露露你的龙骨刚刚升级 你在段位上 已经超过莎莎了 所以皮修面具 我打算给莎莎 戴璐淡然点头 嗯嗯 我赞同 美杜莎努了努嘴 小狐猎 谢了 既然你不要这面具 那我勉为齐男收下了 皮修面具和美杜莎太适配了 上官同创造的四大凶像 萧星宇分别用在了 合适的御兽身上 饕餐凶像 给了天魂黄灵草 混沌凶像 给了亡谷骤龙 陶悟凶像 给了美杜莎 穷奇凶像 给了戴璐 其中最强的凶像 是穷奇凶像 这或许是萧星宇 也是因为戴璐的力量 与穷奇之力很适配 美杜莎的陶悟凶像 主打一个逆天防御 如今 叠加皮修面具的防御效果 防御机制和防御数值 已经提升到了一个 全新的高度 而且 防御值越高 对于杀神之力的 开发效果就越好 莎莎 现在你有了皮修面具 实力暴涨 至于你段位的问题 我也在留意 等找到 最完美的净化材料 我会帮助你晋升 美杜莎心里一暖 恶挪多姿的郊区 往前微轻 如同鲜艳玫瑰的红唇 在萧新宇的侧脸上 位留下一个唇印 沙沙 狱主大人 您的嘴唇 是属于夫人的 切身只能吻一下 您的脸了 切身对此心满意足 萧新宇看了一眼戴璐 璐璐 你是知道我性格的 我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 要不 你也来一下 萧新宇指了指 自己另一侧的脸 臭小子 想得美 戴璐朝着萧新宇的屁股 踹了一脚 时间一晃 山洞外的乌云暴雨 已被温暖的沉溪驱散 豆沙包 又大又甜的豆沙包 别和我抢 泥谱不是自然型 是恶型的 肉肉的兽爪擦拭口水 轻松的睡眼 微微抬起 锁定萧新宇 此时的萧新宇 原地打坐 双目紧闭 额前的碎发 被汗水打湿 一座紫青相间的炉顶 悬浮在萧新宇的头顶上方 亡灵之书 产生的灰色火焰 不断焚烧炉顶的底部 整个山洞里 弥漫着各种药材 混合的诡异倾香 萧新宇 你是一夜没睡吗 许我在炼药 你谱很乖 她蹲坐在一旁 眼巴巴守着 尽量保持安静 不吵到萧新宇 不行 淬炼提纯的精度不够 小姨 您说 是不是因为 还缺少其他药材 上官童的声音 在萧新宇的脑海里响起 嗯 新宇啊 你喊我小姨 我总有些不适应 你还是喊我师父吧 好的小姨 上官童 经过分析 上官童提出异议 星宇 你有没有想过 或许不是缺少药材 而是炉顶的等级不够 萧新宇神识一致 仔细思考后 觉得上官童说的有道理 小姨 你说的对 南半球的药材 用紫童青龙顶来炼制 根本达不到完美的效果 萧新宇清楚意识到 紫童青龙顶 是时候升级了 不论在北半球 还是南半球 炼药这个行业 都是财富巨龙的顶尖行业 萧新宇 看过外需百族的财富榜 炼药族的排名 高居第七位 排在前面的六位 都是依仗内需六国的附属族 他们得益于六国的大力扶持 同时也要为六国干一些 见不得光的脏活累活 如果抛开六国扶持 炼药族 才是积累财富最快最稳的种族 所以对于萧新宇来说 炼药这块蛋糕 它必须要分一杯羹 紫童青龙顶的升级迫在眉睫 萧新宇第一反应 就是打开系统的神秘小店 下一秒 萧新宇的意识 进入一座酒馆式的商店 萧新宇走到柜台旁 只见柜台后方 站着一位龙女小姐姐 身穿粉色的裙子 萝莉身材 萌昧长相 朝着萧新宇弯腰鞠躬 笑起来露出八颗银芽 欢迎宿主光临神秘小店 我是店主 粉一龙女 只是表明了店主的身份 没有自曝姓名 总之 这是萧新宇第一次进入神秘小店 这座商店里的一切 都能勾起萧新宇的好奇心 墙壁上挂着老旧的石钟 石钟拥有24个刻度标记 一道残忍的剑痕 将其一分为二 左侧的十二刻度 闪烁黑光 散发出诡异的魔气 右侧的十二刻度 泛起白光 激荡着肃木的神威 这只诡异的石钟 似乎昭示着某种概念 一念魔神 除了石钟 萧新宇还注意到 柜台上的龙骨酒杯 挂在橱窗上的龙纹旗帜 神秘小店里所有的元素 似乎都有某种暗示和深意 让萧新宇不由产生 想要一探究竟的欲望 小桃 宿主 您光顾小店 有什么需求 萧新宇把杂念抛之脑后 心想 这神秘小店 只不过是系统解锁的交易场地而已 没必要多想 店主 我想升级这个 萧新宇召唤子童青龙顶 放置在柜台上 粉发龙女扫眼端向后 给出建议 宿主 您只需要购买洛神之水 就能升级子童青龙顶 洛神之水 是吧 多少钱 两万魔神之石 萧新宇的嘴角 差点抽风 账户余额里 只有五千魔神之石 萧新宇转念一想 随问道 我这里还有一次 白银奖池 抽奖机会 能换多少魔神之石 神秘小店 是双向交易商店 萧新宇平时不需要 或者利用价值不大的东西 也可以用来换取魔神之石 粉发龙女回答道 一万魔神之石 同时 粉发龙女的头顶上 浮现全息投影屏幕 打出一些萧新宇 需要获悉的数据 白银奖池 抽奖机会 可换一万魔神之石 黄金奖池 抽奖机会 可换十万魔神之石 水晶奖池 抽奖机会 可换一百万魔神之石 龙穴奖池 三连抽 可换一魔神之石 魔神之石 就相当于交易市场里的货币 神秘小店里的一切 除了限定系列的 非卖产品之外 其他产品的价值 都能用魔神之石来衡量 宿主 您确定用白银奖池 抽奖机会 换取一万魔神之石吗 确定 交易进行中 交易成功 萧新宇的耳边 响起进账音效 账户余额增加一万 总计1.5万魔神之石 白银奖池里的奖品 对萧新宇没有吸引力 还不如用来换取货币 现在还差五千魔神之石 店主 能打折吗 粉发龙女微笑摇头 漂亮的龙筒里 流露出爱莫能助的眼神 萧新宇经过片刻思索 记上心头 这一万五千魔神之石 就当定金了 我去去就回 萧新宇的意念 退出神秘小殿 回到现实世界 尼普 我们出发 啊 去哪呀 太阳升起 照耀大地 外需大陆 东部边境 领东之海 这是一片人际罕至的海域 大海上的气象变幻莫测 时而风和日丽 时而暴雪纷飞 海浪仿佛蕴含着海神的愤怒 用尽神力拍打着礁石 发出积月澎湃的声音 大海深处 一座龟背形状的岛屿上 岛屿中央 悬浮着一轮血红色的虚窝 根据尼普所说 虚窝根据颜色 划分为不同种类 灰白色的虚窝 是可以移动的虚兽传送阵 血红色的虚窝 是固定在某一个地点的虚兽巢穴 金黄色的虚窝 是第三阶段虚兽 图腾 神圣 主宰 得专属登场背景 这座龟背岛上 寸草不生 只有一座血红色的虚窝 它是固定不动的虚兽巢穴 此时此刻 萧星宇指掌亡灵之书 燃烧灰烬意志 体内的灵力激情涌动 佩戴皮修面具的美杜莎 无需开启本体形态 仅凭风姿绰约的兽人之躯 便将一头头虚兽 斩于剑下 闪烁幽芒的破镜指刃 在修长的指尖上来回跃动 婆罗沙神的领域一旦开启 美杜莎的攻击力 打出恐怖的暴击 美杜莎的身后 陶悟凶相残暴无度 陶悟之力 是四大凶相之中 防御机制最变态的力量 单挑情况下 陶悟之力 会赋予美杜莎5%的防御值提升 敌人数量每增加一个 防御值就会再次提升5% 龟背岛的战场上 血红色的虚窝 源源不断涌出虚兽 数量破百 这意味着 陶悟之力的效果不断提升 再配合皮修面具的防御效果 此刻的美杜莎肉的可怕 就算是面对降级虚兽的攻击 美杜莎也能硬抗反打 萧星宇作为预售师 操控美杜莎战斗的同时 眼观六路 而听八方 如此看来 第一阶段的虚兽 根本破不了沙沙的防御 破镜指认飞悬而过 斩碎一只兵 级虚兽的身体 兵级虚兽爆炸消亡的同时 爆出一颗颗闪耀血光的魔神之石 这就是皮修面具的被动剂 天露所带来的效果 只要佩戴着击杀虚兽 就会爆出随机数额的魔神之石 这些爆出魔神之石 不需要萧星宇亲自收集 他们会自动进入系统账户 萧星宇的视野里 账户余额不断增加 莎莎 凑够了 这一次战斗 是对美杜莎的一次特训 也是积累魔神之石的办法 至此 萧星宇的账户余额为 6500魔神之石 其中5000拿出来复购买 落神之水的尾款 还能剩下1500 小豆包 我们走 血色虚窝 还在刷新更多的虚兽 然而萧星宇不会 浪费精力一直刷 毕竟第一阶段的虚兽 在萧星宇眼里 根本不够看 如今已经凑够魔神之石 走为上计 蹭 事发突然 一道灵力的剑气 劈开龟背道 好强的剑气 小豆包 萧星宇刚刚躲开剑气 便看到尼普背拂的画面 此刻尼普跪在地上 他的脚下 腋下 胯下 插满了纵横交错的寒光长剑 破碎的龟背道 被一座充斥杀翼的剑法矩阵 囚禁笼罩 帝将族首领之子 尼普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尼普目入惊恐 语无伦次 大大宗师级的剑斗士 这次危机 在萧星宇的意料之外 尼普落在了剑国人的手里 龟背道 被恐怖的剑气分割两半 化作两座弧形的半岛 若是从天云之上府看 岛屿就像一块摔碎的玉佩 两座半岛之间的裂缝 形成怒涛翻涌的长河 将萧星宇和尼普分割两地 萧星宇抬起头 漫天都是剑气虚影 庞大而又威严的剑光法阵 死死困住没有战斗能力的尼普 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 手握一柄闪烁蓝光的长剑 走到尼普面前 他的另一只手 在尼普身上摸来摸去 轻而易举搜到万象囊 打开万象囊 男子可以感受到 地脉熔炉的火烈气息 他那张酷似猎鹰的脸上 露出兴奋的喜色 终于拿到手了 对于他来说 完美完成了这次追捕任务 不仅拿到了地脉熔炉 还抓住了尼普 小豆包 萧星宇 快走 不用管我 你快走 尼普隔着狂暴的浪涛 不顾身上被剑气滑破的伤口 朝着萧星宇疯狂嘶吼 这只大熊猫 只是憨厚 并不是傻 他清楚知道 自己被建国人抓住的下场 如今萧星宇刚刚踏入神须界 连属于人族的栖息地都没有 立足未闻 一旦与建国产生仇怨 后果不言而喻 傻瓜 愣着干嘛 快走啊 好痛 尼普满头大汗 他的胸口又挨了一箭 鲜血就像泉水一样喷涌 只见男子用冰冷的眼神 瞪了一下尼普 建民 闭上你的嘴巴 尼普突然从狂暴变得安静 他浑身都在抖 包括紧缩的瞳孔 萧星宇微微挑眉 即使没有血气羁绊 他依旧可以清楚感知 尼普的情绪波动 建民这个词汇对尼普 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严格来说 是对外虚百族所有人 都具有同样恐怖的杀伤力 听起来 建民只是一个称呼 实则是上位者 对于下位者的精神霸凌 随着神虚界文明的演绎和发展 外虚百族也涌现了很多天才 但不论这些天才多么努力 只因为体内流淌着外虚大陆的血液 终究会被内虚六国 当作命如草芥的建民 尼普低头的沉默 是畏惧 是自卑 是不敢反抗权威的懦弱 这不怪他 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他的族人也是如此 包括他的父亲 帝将族的族长又普 面对内虚六国的时候 也只能跪地祈求 野族 萧星宇 男子的目光 锁定萧星宇的身影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 黑刺 吴峰 萧星宇听你普说过 黑刺 就是建国的侦查组织 功能属性 就跟龙国的帝魂一样 不论文明如何发展 任何一个国度 都少不了这样的特殊组织 萧星宇上下打量吴峰 这个名字显然只是代号 吴峰手里的蓝光长剑 又厚又重 视觉效果就像一块 涂满蓝色油漆的 长方形铁板 而且没有锋刃 建国的主流职业 是剑斗士 被誉为六大顶流职业之一 等级划分简单明了 学徒级 侠客级 宗师级 大宗师级 剑王级 剑圣级 剑级大帝 吴峰的段位 处在大宗师级 在剑国算不上一流高手 综合实力 只能排在第三 第四梯队 即便如此 他刚才轻描淡写 劈开龟背倒的那一剑 足以秒杀将急需受 甚至率急需受 也很难抗住完整的剑气伤害 简单来说 他释放的剑气 是能砍上尼德霍格的 众所周知 当萧星宇踏入南半球 尼德霍格已经成为一种 衡量战力的计量单位 吴峰故意停顿了三秒 发现萧星宇站在原地不动 以为你会逃 萧星宇反问 我为什么要逃 这一问 给吴峰整不会了 他从未见过 如此嚣张的剑名 萧星宇的处境 明明很危险 要知道 尼普的通缉令 可是贴满了整个神须剑 萧星宇和尼普混在一起 没有主动上报 这已经触犯了窝藏罪 按照这个世界的秩序规则 见过任何一位剑斗士 都有权处死萧星宇 这就是内需六国的统治力 他们高高在上 外需百足 只是他们眼里的剑名 不逃的话 我也省了一些麻烦 吴峰抖了抖手腕 清脆的剑名声 竟然引得周围大范围的空间 瞬间扭曲 尼普跪在剑阵里 低着头 眼眶心红 傻瓜 快走啊 萧星宇开启预售文章 这次他没有重新召唤美毒杀 因为这个敌人还不够格 金光万丈 圣体空降 彩霞波荡的召唤法阵之中 冲出一只兽人形态的白猫 这只白猫 犹如魔鬼金肉人 一般壮硕 却呈现出一身先锋道鼓的雅韵 三花巨顶 武器朝圆 以武脆体 肉身成圣 这是萧星宇麾下 唯一一只先武戏玉兽 武圣乾坤猫 苗师父 好久不见 玉主 你还能记得我 我是得谢谢娘 萧星宇甘大善笑 抱歉 契约的玉兽太多 我真的很难一碗水端平 见此情形 无风眼里激起杀意的骇浪 剑名 你竟然敢反抗 萧星宇开启力量共享 肉身成圣 浑身闪耀金色光辉 仙法之力 自体内迸发弥漫 剑名这个称呼 应该是我赋予你的 野族小子 你 剑名 你在犬飞什么 萧星宇口中的剑名 语调平淡 却对无风造成灵魂暴击 野族对于内需六国来说 甚至不如蝼蚁 被萧星宇骂作剑名 无风的脸根本挂不住 剑名 这就红温了 萧星宇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既然红温了 那你可以回到飞刺 找你们的老大 却要高温补贴了 萧星宇的每一句话 都如同插在无风心里的剑 龙国第一醉将嘴盾 可不是闹着玩的 兵领剑阵 无风高举剑刃 大海冻结 无数兵剑凝结而成的法阵 笼罩萧星宇的头顶 定 系统提示音响起 宿主触发 神级选择 选项一 抛弃尼谱 独自离开 系统奖励 宙斯之眼 加五千魔神之石 选项二 留下来 契约尼谱 系统奖励 魔主血脉 激活卡 加五千魔神之石 尼谱猛然抬头 朝着萧星宇全力呐喊 快跑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野族萧星宇 你连栖息地都没有 你跟建国人玩什么命啊 不要卷入跟建国有关的是非 求你了 萧星宇微微歪头 邪笑道 小豆包 跪久了 是不是该站起来了 尼谱这一刻 读懂了萧星宇的眼神 他他想要 契约我 归备岛大战 拉开序幕 来自建国的黑刺成员 竟然被一个野族小子激怒 挥剑的动作 蓄满凶残的力道 闪烁蓝光的长剑上 凝结一层悲伤的冰霜 冻结的大海 宛如一片没有边际的冰原 静止的海啸 好似一座座巍峨的雪山 暴雪降临 双花飞舞 冰冷的剑翼 随着剑身的嗡名 发出刺耳的哭泣 仿佛是死神的哀悼 剑斗士一旦进入大宗师 集这个段位 就会掌握剑心通明 无风展出的剑气 是拥有自主意识的剑气 他在飞袭的途中 化作猛兽 獠牙顶天 朝着萧星宇撕咬而去 苗师傅 法相天地 开 五圣乾坤猫双手结印 嘴中呢喃神秘奥妙的仙法咒语 以武入道 武恋巅峰 肉身不灭 纵横乾坤 五圣乾坤猫的背后 一座神像虚影拔地而起 巍峨耸立 突破天际 这是五圣乾坤猫 施展法相天地召唤的五圣真身 仙法之力字意蓬勃 圣光霞云 挥斥苍穹 纤细欲寿最强大的地方 莫过于凌驾凡界尘势的气场 五圣乾坤猫 怒目圆瞪侧身矗立 浑身遍布闪耀金光的仙法咒纹 筋肉隆起 五圣霸体气震山河 扭转乾坤 萧星宇释放灵力 五圣真身挥舞金光圣拳 犹如一颗划过战场的火焰流星 神仙打架 从来不是一种形容 而是一种写实 拳破剑气 无风大吃一惊 心中暗叹 野足 欲受尸 怎么可能 当无风被萧星宇逼退 内心已然掀起千层困惑的波澜 尼浦看着五圣形态的萧星宇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眼里满是崇拜 目强 是弱者的本能 萧星宇咬破手指 鲜血在伤口打转 小豆包 站起来 萧星宇的声音淡漠 却又充满穿透力 直击尼浦的心脏 作为一名御寿师 萧星宇不会契约跪着的懦夫 尼浦咬着牙 他不顾疼痛 任由周围的剑刃 切割自己的肌肤和血肉 他站了起来 脚下是一片血泊 空气里弥漫的血物 是提前庆祝魔主诞生的烟花 尼浦用自己的脑袋 抵在萧星宇的手指上 萧星宇的鲜血 渗入尼浦的额头 他的肉身 在建国人面前站了起来 他的灵魂 在萧星宇面前 俯首称臣 定 恭喜宿主 完成选项二 契约尼浦 发放系统奖励 魔主血脉 激活卡 加五千魔神之时 账户余额 一万一千五百魔神之时 检测到适配御兽 自动使用魔主血脉 激活卡 检测到适配御兽 自动使用尼德霍格 魔兽金河 尼浦很幸运 契约他的御兽师 可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御兽师 魔气冲天 血雾震荡 整座战场被绝望之力笼罩 一只体态 堪比擎天魔主的大熊猫 出现在萧星宇的身边 这是尼浦的本体 体态已经堪比喵师父的五圣真身了 从现在开始 你的身份是 绝魔吃铁兽 尼浦 萧星宇的声音 传入尼浦的耳朵 尖心体 三肩 魔主血脉 幻神品质 绝望魔气 加魔心鬼 到体加吃油神力 这就是变异进化后的尼浦 从一个没有战斗力的神断师 成为一只魔血推土流的魔系御兽 龙国 皇城 深夜降临 虚窝浮现 一场浩劫 突袭夜兰殿的上空 全军警戒 虚兽又来了 保护夜兰殿 保护女帝大人 可恶 这次虚兽数量 怎么比上次还要多 自从交界之地崩塌 黑雾消失 神虚界与神气界的地图 已经融为一体 这也意味着 一些在南半球 忍气吞声的低等虚兽 可以来到北半球 肆虐这里的低级闻名 夜兰殿前 上官兰身披龙文凤尾袍 身边屹立着天浅玉麒麟 慕容猩猩 开启心灵女神形态 挡在上官兰的身前 黄科院院长孟重光 一脸无奈 勾搂着身躯 直拍大腿 刚刚升级过的防御系统 竟然不堪一击 文明等级的差距 果然还是太大了 自从上一次虚兽入侵后 林北璇特意升级了 黄城的防御系统 一支庞大的机械军团 驻守在城池周围 可是当大量虚兽涌入 黄城的防御体系瞬间瘫痪 御兽师们奋力作战 效果微乎其微 歇尔 退下 女帝大人 我上官兰如果沦落到 薛尔西夫挡在前面 那还算什么龙国女帝 妈 上官兰开启御兽文章 刚准备召唤荒谷黄龙 只见一道残影 划过夜空 曼妙娇柔的身影 与天空的月亮重合 月亮的颜色 变成了闪耀圣灰的银色 这种散发着神秘气息的 古银色 正是萧若雪的发色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个女人 拥有如此 吸人眼球的银发 慕容欣欣抬起头 若雪姐姐 她是萧若雪 也是龙文史 菲 同时也是 龙 银色龙银的龙 从未见过呀 菲从人类形态 灵真起手 切换龙化形态 龙银一笑 风雷九变 灵甲生辉 银月罢空 这头姿态优美如画的银色巨龙 散发出远超龙喉骨的威严 释放着永恒不朽的龙焰 龙化形态的菲 浑身覆盖银色鳞片 笼童好似两轮圣洁的银月 当她蓄力龙之吐息 身上的鳞片亮起璀璨的金芒 银铃金芒 水乳交融 在夜色里呈现朦胧的白金光影 龙之吐息顷刻喷射 龙头摆动 横扫八方 霸道的龙威遮盖夜空 使得诸天心灰黯然失色 所有虚兽来不及逃遁 全部湮灭在白金色的龙焰之下 不留尸骨 匪的龙筒里 战意如虹 唯我独尊 龙嘴张开 仿佛欲要吞掉那轮银月 龙影坠地 匪在刺眼的光芒中 恢复人类形态 她来到上官蓝的面前 俏丽的容颜略带羞怯 匪又恢复了萧若雪的身份 蓝 我 上官蓝冷哼一声 这次怎么不演了 眼不在 小雨不在 我总不能还滑水吧 这位龙文使得真实实力 藏得够深 3 5 6 10 12 11 13 18 7 18 20 20 19